全面抗战牺牲的第一位军长是谁? 蒋介石曾怒骂他不忠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 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终于换来了最终的胜利。 尤其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 更是涌现出包括佟陵阁、张自忠、戴安兰等一大批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 可是有多少人知道, 在全面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是谁呢? 答案就是郝孟林。 郝孟林,1898年2月18日, 出生在河北省高城县庄和村一部农民家庭。 由于家境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的他, 就被父亲送到一家杂货店当取途。 因老板过于苛刻, 郝孟林忍无可忍决定离开, 为毛球生路。 于是, 投奔了远房亲戚魏义三不当兵。 魏义三看他勤奋好学, 先后把他送往陆军军官小学, 保定军官学校学习。 郝孟林, 图元网络毕业后, 凭借自身过硬的军事素养, 郝孟林履历战功, 职位也是一路上千。 1930年中原大战后, 郝孟林就兼任郑州警备司令, 没过多久, 又升任第九军副军长, 军长等职。 升官发财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但是郝孟林不缺的, 反而因为参加了多年的内战, 感到身心俱疲。 在郝孟林看来, 作为一个军人, 应该以保家卫国为己任, 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 而不是靠着国家的内战, 在自己人的尸体上建立功勋。 中原大战结束后, 郝孟林曾率部与工农红军交战, 此时他早已厌倦内战, 产生了强烈的消极情绪, 结果被红军打得大败。 1935年, 蒋介石开始在江西对工农红军展开第五次围角, 郝孟林再次与共产党的军队作战。 这一次, 郝孟林对于参加内战已经是彻底心灰意冷, 于是, 向蒋介石提出来, 要结甲归田, 蒋介石不然大怒, 骂他不忠心, 但是没有批准他辞职的请求, 而是派他前往贵阳, 独山, 尊义等地, 率第九军负责修筑川前, 川颠公路。 两年后, 郝孟林以父亲生病为由, 再次请求结甲归田, 这次蒋介石更生气的, 把他调往四川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 实际上, 相当于解除兵全软建起来。 郝孟林正在去四川陆大的途中, 得知, 如沟桥事变爆发。 在此事关民族生死存亡之际, 郝孟林立即向国民政府请要求北上抗日, 他在请求报告中写道, 我是军人, 半生光打内战, 对国家毫无利益, 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 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我们应该去抗战, 应该去与敌人拼。 一开始郭敏政府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后来郝孟林再次提出申请, 由于华北前线战事吃紧, 郭敏政府这才同意他北上抗日。 燕照古称多感慨悲歌之事, 自古以来, 河北大地上, 就不乏舍生取义的康海豪迈之人, 如金国难当头, 郝孟林也将追随前人的脚步, 在那份伟大的名单上书写自己的名字。 蒋介石, 图源网络事实上, 这次郝孟林也的确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前线的。 在帅步路过武汉的时候, 他利用部队休息的时间回家与家人告别。 郝孟林深知这一走, 很有可能就是有去无回, 可是他不知道该怎样跟家里人说。 想来想去, 郝孟林趴在桌子上写了一封信, 一整晚写了撕, 撕完就重写, 直到天亮方才写好, 放在抽屉里。 对于这一切, 郝孟林的夫人巨人囚都看在眼里,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便将这件事悄悄告诉给女儿郝慧英。 郝慧英当时才十五岁, 她跑去将信拿出来, 只见信封上写着留给慧英儿, 二十七年拆月, 郝慧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信要等到明年才能拆? 于是, 她跑去找附近任个明白, 还准备当场把信给拆了。 郝孟林一时请急, 把信抢过来撕掉, 丢在檀鱼里。 等郝孟林出去后, 郝慧英提着檀鱼去厕所里, 将碎纸捞出来, 用水冲干净, 一点一点拼出信上的内容, 此次北上抗日, 无以报定牺牲。 万, 一阵亡, 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 孝顺如祖母, 关于你等上学, 我个人是没有钱, 将来国家战胜, 你等可今一族学校全家人看过信后抱头大哭, 都舍不得郝孟林走, 此奈何将军据意一决? 走之前, 他对家里人说, 我爱你们, 但更爱我们的国家。 现在敌人天天地屠杀我们的同胞, 大家都应该去杀敌。 如果国王了, 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 说吧, 郝孟林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抗战照片, 蒲远网络1937年10月10日, 这是郝孟林来到新口前线的第六天, 他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起, 就率领部队加紧修筑防御攻势, 以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 但是多少时间也不够用, 就在这一天的凌晨两点半, 郝孟林不与日军的先头部队交上火, 经过一番精勇的作战, 终于打退来犯之敌。 作为议员征战沙场多年的速将, 郝孟林知道, 这只是敌人的试探性进攻而已, 真正的考验才。 在后面, 他打开日记本, 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今日为国庆纪念日, 回忆先列缔造国家之艰难, 到现在, 华为将沦落日人之手, 我们太无出血, 太不争气。 第二天, 日军指挥官板元生四郎集结五千精兵, 在飞机、 大炮、 坦克的掩护下, 向心口发起了进攻, 板元生四郎轻蔑地看着对面的中国军队, 在他眼里, 那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而自己所指挥的, 可是大日本帝国最精锐部队之一的第五使团, 他相信要不了多久, 自己就能攻下对面的阵地, 进而直接攻去太原。 眼下的情况, 对郝孟林是极度不利的, 一方面中日军队之间实力的差距确实太大, 另一方面几方的增援部队仍在路上陆陆续续往这里赶, 但是郝孟林没有选择的余地, 心口背后就是太原, 如果心口失守, 太原将直接暴露在日军的枪炮之下, 同时附近的防线很有可能随之崩溃, 日军是不会给时间让自己把部队集结完毕的, 既然他们已经打过来了, 那东国军队也只有拼死一搏了。 为了鼓舞部队的士气, 郝孟林多次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 给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可自身也是伤亡惨重, 尤其是以南淮化阵地的战事最为惨烈, 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之下, 南淮化阵地几乎被移为平地。 在心口西北、南淮化东北的204高地上,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 一昼夜,竟一手十三次之夺。 最终,郝孟林率领的第九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夺下了204高地。 当天,郝孟林在日记里如是写道, 往日见伤兵多爱惜, 此次专为国牺牲, 乃应当之事。 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 只有牺牲, 如再退却, 到黄河边, 兵级武存, 哪有长官? 此为我死国活, 我活国死。 抗战照片 图元网络10月15日, 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为立皇, 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 歼灭敌人, 收复中央阵地, 给郝孟林增派了七个旅的兵。 立, 由正面袭击, 左右两侧同时出击侧影, 以期夹击敌人。 十六日凌晨, 郝孟林身先士卒, 兵分树鹿向日军阵地发起反击, 一口气攻下几个日军占领的山头。 凌晨四点多, 天色已经有些微亮, 郝孟林又赶到另一处阵地去督战, 以期巩固战果。 当时跟随郝孟林的参谋处长李文找发现, 日军已经察觉到我方洞下, 机枪小炮一起射过来。 为了保护郝孟林的安全, 他劝其禁止会洞内休息, 可郝孟林没有同意。 其他将士也一起苦苦劝说, 郝孟林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 怪不离醒口破, 大将难免镇前往, 凌晨五时, 郝孟林率领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琪, 独立武旅旅长郑廷真等将领, 继续带兵前冲。 在追击的过程中, 郝孟林的腰部被敌人的机枪子弹打中, 不幸当场迅果, 跟随他一起冲锋的刘家琪, 郑廷真也相继牺牲, 从此郝孟林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三十九岁, 他也成为抗战全面豹。 发以来, 中国军队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郝孟林将军的牺牲, 极大的激励了抗战将士的斗志, 日军始终无法从正面攻克心口。 心口战役中, 虽然中国军队损失惨重, 却也极大的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为后来的太原宝卫战争取了时间。 10月24日, 郝孟林的灵鹫, 由太原运至武汉, 11月16日, 武汉各界举行攻击, 后以国葬仪式将郝孟林一体安葬的武昌卓刀拳, 一万多人参加了葬礼。 人民音乐家显兴海, 特意为他谱写了郝孟林道歌, 抗战胜利后, 为纪念郝孟林的功勋, 国民政府将汉口北小路, 改名为郝孟林路。 198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追任他为革命烈士, 武汉人民公营郝孟林, 刘佳琪灵鹫, 图元网络后继1939年的一天,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 正在外面散步, 突然被一个小孩叫卖茶叶蛋的声音给吸引。 在那个战乱的时代, 像这种小孩子随处可见,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 冯玉祥走了过去, 向那个小孩打听, 你姓什么, 从哪来的? 小孩回答道, 幸好, 是河北搞城县庄和村人。 听到这个姓和地名, 瞬间触动了冯玉祥记忆中, 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 他接着问道, 你们那有个叫好梦灵的, 你认识吗? 没想到, 那小孩答道, 那是我爸爸。 冯玉祥听吧, 急急忙忙让那个小孩带自己去他们家看看。 冯玉祥来到小孩子的家中, 只见他们一家人挤在一间破旧的小屋里, 除了床和桌子, 什么家具都没有, 生活十分艰难。 原来好梦灵虽然身居高位, 却一直以清廉自居, 还不时地接济一些贫困的亲朋好友, 因此去世的时候, 家里没多少积蓄。 冯玉祥也没有想到, 烈士等家属生活竟是这样的, 鼻子一酸, 差点流出了眼泪。 冯玉祥